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今天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 将推崇党籍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是民主党未来之所席 经历悬战风风雨雨后 贺锦丽终将正式获提名 心情犹如坐云霄飞车一般 法新社报道 人气不坠的奥巴马在党内人洞见观瞻 他将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告诉党代表 贺锦丽是领导国家迈向远大未来的博尔人选 现任总统拜登上个月退选震惊各界 拜登曾任奥巴马副手 而奥巴马将加入民主党籍前总统克林顿等大咖之列 轮番在这次民主党全代会助讲 出席全代会前奥巴马先在X平台发文说 回芝加哥老家真好 他将以党内最大咖之资 在美国直栏NBA芝加哥公牛主场亮相 为贺锦丽拉台声势 寻求不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再度入主白宫 奥巴马指出期盼出席民主党全代会 加入那么多鼓舞人心的人 分享这场大选中至关重大的事 56岁党代表海瑟罗特表示 对他而言奥巴马是最伟大演说家之一 他非常兴奋 他告诉法新社 他就是有办法炒热气氛 点燃志工热情 海瑟罗特和大约4700名党代表将透过仪式性的现场投票 正式确认贺锦丽的党籍候选人身份 民主党8月初已经透过线上投票确认此事 只是当时少了传统上会有的盛况和庆典般的排场